好,来,各位同学 我们现在来看到解二元一字年历方程式 来,这类型的题目 来,你现在看到第一题 来,这个第一题呢 你注意看 我们现在有两个文字的这个方程式 我们通常会用所谓的加减消去法或代入消去法 以这一题来说的话 你去观察 X这个文字呢 它前面的系数是一样的 当这个系数是一模一样 你两个式子相减 就可以抵消一个文字 那么剩下的文字我就会求出来 所以这个题目 我们首先拿过来 先把它标上第一个式子 还有第二个式子 好,我们把这两个式子给标上去以后 接下来呢 我刚刚说过了 你要抵消X的话 我就把第一个式子去减掉什么 第二个式子 两个减下来 你会发现 上下这两个一模一样的会抵消 好,来,等号左边上减下 抵消X 然后Y呢 负2Y减掉正4Y 负正得负 负2Y再减4Y 所以是几Y 负6个Y OK 那等号右边也是上减下咯 那上减下 负1减11就是负12 好,负12 那这时候 我只要把什么东西 注意看哦 我把负6 乘负6这个东西移过来 移过来以后呢 你就会变除以负6 那除以负6以后 负负得正 所以Y等于什么 正2 好,这时候我们就把Y给求出来了 来,我们把这个东西 去带入 来,我们带入哪一个呢 因为这里有两个方程式 你1跟2 哪一个式子 你都可以带 所以我们带入第一个式子 你把Y换成2就好了 所以呢 第一个式子这里是负3X 这个造超 然后呢 减掉 减掉两倍的Y 2倍的Y现在Y是2 所以2的4 这个还是等于负1 那你减掉4呢 你把它移向过去 就加4 那也就是说 负3的S来 你移过来这个加4 负1加4 就等于正3 这时候 我们再把负2 怎样? 除过去 除过去 负3除过去啦 那3除以负3 就答案等负1 那我们这时候呢 就可以求出来 最后的答案 我们来写 X就等于多少 X就等于负1 Y就等于2 好 这个是我们第一题的题目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题 好 来 同学 我们现在看到第二题 来 第二题 这个也是一个连立方程式 但是呢 它没有直接可以看得出来 有文字可以抵消的 那可是我们用带路消去法呢 就算我们移向 X的多少 Y的多少 你会发现它有分数 好 所以呢 原则上 我们这一题 还是用所谓加减消去法 只不过 我必须要把 其中一个文字 系数变成一样 那只要把其中一个 文字的系数变成一样 这时候你要记得 我们要乘上一个倍数 指其中一个文字 前面的系数变成一样 那以X来说的话 它有系数3跟2 那我们如果来变成倍数都一样的话 那就是6 也就是说我们把第一个式子呢 我们去把它怎样 乘 所谓的两倍 好 第一个式子 我们把它乘两倍以后 你会发现多少 负6个X 然后呢 加上我们八个Y 然后等于多少 等于22 好 这个东西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式子呢 你看哦 我现在想办法 如果是让X变成一样 那你第二个式子 是不是要乘三倍 第二个式子乘三倍以后 你会发现一个现象 它会变成 来负6X 每一项都要乘 然后乘三倍 就变减9个Y 然后呢 然后这乘三倍以后 就会变负12 好 这个我们就给它标上 第三个式子 还有第四个式子 那这两个式子 来 你观察一下 以X来说 它长得既然一模一样 这个东西 都同样是同号 你记得 同号同时为正 或同时为负 这两个式子 都是用相减的 不要看到负号 你就给我相加 注意哦 同号我们都是用相减的 所以我三减式上减下 才能抵消 然后这个上减下来 你注意看哦 正8Y 减掉负9Y 减掉负的负负得正 8Y加9Y 多少 嘿 你就会算出来是17Y 然后呢 来上减下 也是减掉负负得正 那便加上12 那也就是说34 好 所以由这里 我把17除过去 乘以17除过去 除以17就剩下2 那我把其中一个文字算出来以后 我们接下来要找上面一个方程式来带 那上面有四个方程式 那哪一个方程式比较好带 当然我们要找原始的那个比较简单的数字 那简单的系数的话 有第一跟第二 那我们 当然你要带3跟4也没有错啦 只是系数大了一点 那我们就带1好了 带第一个式子 它说 负3个X 然后加上 好 4倍的Y Y现在是2 乘4倍多少 变成8 好 这个东西就等于11 然后呢 我们把加8移过来 减8 剩下 正3 也就是说 负3的X会等于正3 然后我把这个东西乘上正负3移过来 除以负3 那3除以负3就会等于负1 所以X就会等于负1 也就是说 这一题 我们最后算出来的答案呢 分别是X等于负1 还有Y等于2 好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到的第二题 来 我们现在看到第三题 好 第三题这个 你注意观察一下 这也是一个年历方程式 在这个年历方程式里面呢 X跟Y 好 这两个呢 都不一样 那这时候我们要把它变成相同的话 如果以X等于说 系数是最小公倍数12 好 你可以把它变成同样是12 如果是以Y来看的话呢 它是系数2跟3 它可以变成共同都是6 那我们把它变系数就是变小一点比较好 比较好处理 所以我们把它第一个式子 标上第一个式子 这是第二个式子 你注意哦 这个后面等号后面这个常数是 是小数这个不要管它 因为我们最主要是XY的系数 是整数的运算会比较好 所以呢 来我们先把第一个式子 因为我现在把Y变成一样 所以我把第一个式子乘三倍 乘三倍以后是9X 然后呢 加上6Y 好 等于多少 1.8 OK 再来 第二个式子呢 我们把它乘三倍 好 全部一起乘三倍 两倍 两倍 写错了 两倍 这个乘两倍以后是8X 这个乘两倍以后是减掉6个Y 然后呢 等于多少 乘两倍 好 这个刚好正是5 OK 那你现在注意观察这两个式子 好 分别是三跟四 那三跟四呢 这两个式子 好 我们刚刚是把Y变成一样 把Y变成一样 那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Y呢 它是一阵一户的 这个一阵一户 我怎么去抵消它 把两个式子相加就可以抵消 所以我就把第三个式子跟第四个式子 我把它相加起来 那加起来以后 这两个就可以抵消了 好 抵消以后会变成什么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抵消以后 这个上下加下 等于17个X 17个X等于多少 来 1.8加上5 是6.8 OK 好 这是6.8 然后我把17除过去 你看 68除以17是4 所以这6.8除以17是0.4 所以这个本来答案就是小数的了 好 那我们把这个0.4呢 我们把它带到 好 我们把它带入 来 带入第几个式子呢 我们来看 1234 当然是12比较简单的 来 我们把它带到第一个式子去 然后把它带进去以后 来 3倍的X 你注意看喔 3倍的X 这X0.4乘3倍是1.2 好 1.2 好 1.2去加上2Y 会等于0.6 OK 那我们把这个是1.2移向过来 好 我们移向过来以后呢 减掉1.2 0.6 减掉1.2是-0.6 好 -0.6 好 等于多少 嘿 这是2Y 那我把2除过去 好 2除过去以后 Y就等于多少 -0.3 OK 那我们最后终于把XY都求出来了 所以我发现呢 好 X等于多少 X会等于0.4 Y呢 Y答案就是等于 who的0.3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三题的解法 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四题 好 来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四题 那第四题 这个题目很多人都弄在那边 那这个怎么算呢 欸 你们发现 他直接写Y等于多少 对不对 这个东西是属于代入消去法的方式 所以我还是把它标上1 这个还是标上2 你管他第二个式子长怎样 我把1呢 代入2 好 来 什么叫做1代入2呢 同学注意一下哈 所谓1代入2 就是说 你可以把第一个式子的Y 全部换成8-S 你代到 没有 就是说 你看到Y就把它换成8-X 也就是说我现在带到第二个式子哦 我现在把第二个式子的Y 就直接换成8-X 然后呢 会等于好 第二个式子后面是4X 嘿 来-7 那我问你哈 欸 这样还不是一样 也是消去一个文字了 剩下S 那剩下S的以后 我们把它移向 好来 这个4X移过来-4X -4X 就会变成-5X 然后呢 这个8呢 我把它移到右边来 来 8移到右边来-8 那就是-15 因为那是-7 好 这时候 我再把这个-5呢 好 把它乘上-5的 移过来 移过来 除以-5 互乎得正 就变成-3 所以X就等于-3 好 这种代入消去法 你记得 你用哪一个东西式子 带进去 另外一个式子 你就直接把它代入 你刚刚原先那个替换的那一个文字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把它代入第一个式子 代入第一个式子 你发现Y等于-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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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那X现在就等于-3 所以8-3 你会发现 哦 原来它就是-5 好 这时候我就很快的算出这一题的答案 好 这一题的答案呢 就是X等于-3 Y等于多少-5 好,这是我们的第四题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我们第五题 好,同学,现在我们来看到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呢,你注意观察 它是,当然这个东西很明显 它直接说,我看到Y 我看到Y 好,我看到Y,可以直接换成什么 负X加1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直接用所谓的带路消去法 就可以去推出来了 那,我们来看哈 这个如果用带路消去法呢 你注意看,我们把它这个列为第一个式子 那这个列为第二个式子 那我把第一个式子,然后带入第二个式子 好,带入第二个式子 那我就发现,来负4X 好,减掉三倍的Y 同学,Y是要换掉的 所以我留下一个框框 结果等于1 好,我们带路消去法 要换掉的文字 我们先留一个框框 那它要换成什么呢 来,我们这里 来,Y就是换成负X加1 注意,把Y的部分换掉